如第一步所述,输出项是分析中您感兴趣的单元,它们也就是您的利润单元 在此模型中,输出项是NPV和奖金单元 AtRisk不会告诉您这些输出项的准确数值,这是不可能的,因为未来是无法准确预测的 但是,在结果步骤中,您将会看到,AtRisk能够报告每个输出项发生不同数值的概率并提供信息,帮助您制定更明智的决策 AtRisk无法估计哪些单元是输出项,因此您需要指定它们,请放心,这是很简单的 在AtRisk中定义输出项单元 选择含有您需要的数值,如NPV的单元 单击添加输出项按钮 键入输出项的名称,报告中将会使用此名称 请注意,这两个输出项单元中的公式已发生改变 现在,它们包含Risk Output函数和一个加号 AtRisk用这种方式指示出这是一个AtRisk输出项单元 例如,以下是修改后的NPV公式 实际上,Risk Output函数会返回0 因此,即便添加这些内容,也不会使单元值发生变化 现在,轮到您了 将NPV和奖金单元指定为AtRisk输出项单元 在这些内容,也不会使用了